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节目主义Larry 好,这一节是世界防卫消息 需要大家讲一下美国下一代的战机计划 就是我们讲的NGAD 美国发展的六代机 事实上速度都上到近日 就是我们讲到它这个下一代的空中优势 就是隐形第六代的载人战机 其实就已经去到比较后的位置 就是以全世界发展六代机来说 现在应该最快的都是美国的 当然你说中国或者我们看到英国 就是10%的发展都相当快 你说法国和德国和西班牙 他们本身的六代机计划就慢一点 甚至你说俄罗斯或者中国 我们没见到他们的隐形六代机 那些的概念都还没有出来 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空军的NGAD 事实上速度相当之快速 而最新的消息 他们已经发展了最少三架的NGAD 的demonstrator 就是我们讲的示范机 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都相当快 当然示范机又不同于原型机的 我们稍后都会跟大家讲讲 demonstrator是什么 现在似乎竞争很剧烈的情况 已经剩下两个contractors 那究竟是哪两个呢 我们稍后就做个猜测了 但anyway今天都会跟大家 去讲一些六代机里面的概念 例如说现在的竞争竞标 去到什么情况 以及究竟最后要赢出的人 又要做什么呢 等等的东西 所以都会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NGAD的发展 以及将来之后 究竟你说来到印太地区 对那个影响又会发展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今天都会跟大家聊聊 但是一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首先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帮忙给我们一个like 那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更多的朋友 去推送认识 好 今天除了我之外 也都有CIC战斗情报中心的 Facebook版主Curtis在这里 Curtis你好 你好 那我们讲起这个消息 NGAD我想大家就有跟进 现在它的速度其实都相当快 其实讲到NGAD 其实它跟以往我们讲F22 F35 事实上它的进度等等 或者它的做法 其实跟以往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Curtis 是啊 因为根据一个叫做 Defense and Aerospace Report的 生物网 它有一个podcast 它的主持里面 它的主持曾经说过 NGAD 实际上其实原本是有三个团队去参与竞标 那你刚刚说过 现在已经缩到它剩下两个团队去竞标 那我说过 现在这两个团队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EMD的状态 就是叫做工程与生产研发的进度 那这个正常来说呢 如果我们讲回F22和F35这两个计划 那时候呢 我用这两个计划来做例子 F22的那个叫做Advanced Tactical Fighter这个计划 它们那时候不是有两架技术验证机吗 一架就是YF22 一架就是YF23 那这两架机 两架机在拼搏 拼到差不多 美国空军就会选一个设计 来继续下面的测试 那好吧 它选了F22 YF22 那YF23这个第二个团队当然是扔走了 因为它觉得它是输了 那YF22成功晋级了之后呢 它就先会开始做一个叫做EMD这个 这个所谓的状态 那EMD是做什么呢 EMD就是要将你由技术验证机 改造一架真是量产的机体 就是几乎是量产的机体 那完了这个EMD状态 就是EMD状态 可能其实会有5-10架测试机 你完成这个状态之后呢 你就可以正式转做量产机了 但是正常来说呢 EMD 即进入到EMD这个状态的团队呢 其实正常来说 只有一个 第二个输了的是不会进去的 没错 我们如果说回F35这个计划 即是JRF 联合打击战机 这个计划 你就知道了 波音X32一开始和X35打完之后就输了 是 那这个计划之后就其实你可以帮它稳定 博物馆 给它养老 给你测试机 它不用再出现了 之后EMD的测试全部都是X35的下一代 即是F35来做 那EMD测试完之后 它就才会去量产机 如果我们现在说回MGAD就很有趣了 原本有三个人 淘汰了一个 只剩下两个人 这两个人里面竟然可以同时 拿他们的设计去晋级去EMD这个状态 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个 那到这里就有点搞笑了 大家能够看到EMD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老闆已经拍板 说你这个可以了 不过你也要做一个 似无似样的样子出来才可以 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你要做到 我真的可以在工厂里变成了 所以你要做到那个模 就是做到出来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Prototype 就是简单说的 那你要做到一个Prototype 而Prototype最后要做到 技术冻结了 即F22 F22好像大概做了 多少架呢 195架 之前的原型机是做了5架 我也有点不太记得 就算我们说5架左右 也不太记得 如果你说 比如说纤20 纤20的最后大概做了7架原型机左右 然后他们才会去做一架 就是正式的那架战机 之后才会有一个最后的技术冻结 然后就订阅了 就可以做了 那这个就是以前的年代的管理 就是你看到现在的分量 我们稍后也讲一下 就是现在的先进在哪里 但是就两个EMD 会不会 我们各自有些猜测的 就是和Kurtis 那我有个猜测就觉得 会不会两间公司 真的同时中标啊 什么意思呢 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说 NGA-D是可能有两个营充的 第一 NGA-D的这个设计很强调 就是它是高级模式的 就是它是任务要什么就拆什么 甚至连机翼的fusage本身都可以拆的 那么有没有人都可以拆的 就是可能是有人机厂 没有人机厂 暂时是有人设定了 但是它应该设定了一个可以是无人的 那就是说整个任务既然是这样呢 它是否可能可以出两个机身的设计 但是一个机身呢 就可能是我们假设啦 Noki Martin 另一个机身呢 就是Norvall Grubman 当然大家都很明显 我们以排除法 我们一定是把波音最快排走错 不用说了 那这个必定的了 那就是这两个机身 然后再配其他配件 然后就可以拆出来 所以就可能一人一个设计 那我估计啦 一个可能就会在太平洋这边 会比较多一点的 一个就可能会在欧洲战场出现 会比较多一点的 那这样拼湊了 那你有两个EMD 那两个科技术发展 那你们就各在其中一边去战斗 那你怎样看呢? Kertis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性 或者是有其他解读等等的东西? 我另一个考虑角度就是 空军说过他2024年 就只会选一个设计来做量产而已 那你两个团队 应该都不会有另一个 可以同事一起 都是两个只能活一个团队 是啊 现在都是只能活一个团队 那好吧 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一起进入EA 你知道 这个就来到了量产的状态 你给第二个明显会输的 他之后不会在那里了 但是他也进了来 只是我们现在这两个 还未知哪个被人踢出去 不知道 我就这样想的 你给第二个明显可能都会输入了 可能就是因为 你在EMD状态 其实可以分清楚 谁是人 谁是鬼 你这样想一下 你知道这些研发中的东西 有很多变数的 你两间东西一起进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清楚 A厂 它实际上虽然性能很好 但是其实它的管理性真的差很多 B厂 它其实管理性好很多 它不会像以前F35那样 无端端生产又有问题 我选B好像比较危险 所以它才可能同时 被两间厂一起进入EMD状态 给一个更加多的时间 去查一下这两间厂的设计 究竟是否可以达到它想要的要求 而且会不会 可以尽可能在这段时间 先降低生产风险 即所谓的 reduction 我想这个就是Curtis说的 之前的F22和F35 当然两个设计 不可以说它们是两个设计 两个设计都是Loki Martin 不可以说Loki Martin做得差的 但会不会做一个更好的做法 例如我们看到 就是当年YF22和F23 大家已经有很多争论 YF23的设计好像比较好一点 它飞又可以飞得快一点 它隐形的设计好像比较好一点 但当然你要做trade off F22的设计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你说整件事看上去 CG 大家看到了 搞来搞去都搞不到 就是九万个设计 最后都禁止了 那可能它觉得 不要搞那么多 新东西都要有点 就是比较能够操控到的风险 还有大家也记得之前 Norfolk Groupman 它那个B2的计划 其实又不可以完全怪Norfolk Groupman 某程度上美国的空军衰 是空军衰而已 它突然改要求 搞到有后续要改 后续要改 就是代表有加钱 那时我说过队疫 它本身是高空飞 是个屁股 他一直想和大家说 这件事真是坏 那时美国空军想着B2 是高空飞进苏联领土里 接着用核弹走人 但是那时有个想法就是 如果苏联那些防空飞弹 防空体制 其实已经是去到一个 已经是可以破解到 B2隐形能力的水平的话 那我还继续高空飞 我就没用 扔不了核弹 生存不了 所以那时美国空军 就是想 不如我把B2这个设计 改一改动它 让它可以透过低空渗透 进苏联领土里 那就可以了 你有第二种途径可以飞进去 所以它就在微高就有一些改动 原本呢 B2的设计就是一个 为什么好呢 其实有些像B2的设计 一个角的设计 根本就是一个三角形 但是 这个设计呢 原本呢 其实是很适合高空飞行 是 但是如果你要改动 说是适合它在低空飞行的话 它就会改成了 现在的巨石状 形状 可以得表 它这个噴嘴的改动 也是很坏的 因为它其实呢 对后面的隐形性能 其实是差了一点 是 最加上呢 你这些改动呢 其实是加重了 搞到它没有办法 飞到可能 原本它想过 可能飞到六万呎 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因为 做了这个改动之后 它可能 没有了 一万呎的高度优势 是 都会 再加上它这个东西 其实加重了很多 因为加重了很多 还有很多东西要改 实际上 你有那么多改动 一定会加钱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 为什么B2 B2会无端端 整个造价 会飞到去 变成一架 和一架实际巡人艦 那个价格差不多 就是这样 它去改动 是的 原本它本身是可以做很多价 因为那个造价 就令到它最后 只能做到20价 所以 其实这个是 我想当时 它们对Norvigelman 所想都不满 但是 政府自己也有些坏 去说 不过我们说回 现在这个计划 我猜 其实它整件事 我觉得它有几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就是 可能它心目中 大概有一家是想中标 但是就叫做鞭策一下它 不要这么快就坐 或是一架绿 就说你就可以了 所以你坐 那结果呢 美国佬他发觉 每一次都 如果两头马车 一起去到最后的话 就鞭策出来的 那个产品是最好的 即是无论你是一架飞机 它可以给你两个引擎 你去选择 等等的东西 那你还记得 F-35最弊的就是 它最后只得Pack NVIDIA 它可以做F-35的引擎 结果都做到现在 都很麻烦 大家看到 是的 你现在看到F-35的引擎 出事 是的 整备率 就是那个维持率又不好 生产进度其实又差一点 所以你其实看到 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F-35 你没有引擎 很惨的 还有之前有很多 一些司机有意外 有短路有什么 以前是很少 因为后来 大家看到F-15 那个 即是我们讲基库雷黄的故事 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由GE 引擎出来 是有原因的 Anyway 我想他们可能的用意都差不多 就是不如整两架 我当虽然我已经看中了 我假设我看中了Lokimati 但是Nuffer Groupman 都在这里 就放两头马车去 第一可以推向Lokimati 第二就是 如果Lokimati 有什么事 即是炒粉呢 这个项目很重要 你不能因为炒粉 又不能硬上 到不完就用Plan B 即是他这次是做了Plan B Plan B 都可以的 最后去到某个位置 EMD 大家完成了 到时可能他又再出声 公布 其实我们要选哪架 我想都有这个可能性 即是尽量把风险 指数减低 因为去到第六代 我想他们都觉得不容有实 还有其实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 我相信 就是他不想那么快 让中国知道他选哪架 就等你如果要偷资料 你要double effort 你偷两份 麻烦 我要你的成本高一点 吹呀 你就偷 就像上次你去偷F35 因为他知道你中了标 那他就集中找你的承包商 澳洲这一家 那一家的火锅也不行 在加拿大那一家的火锅也不行 他就试着试着去 去hack 就在一些下游的供应商 开始搞你 是的 所以我想他们也做上 还有大家没有发觉 现在出来的消息很少 不同 以前22F35有很多消息 现在很少 少到好像跟中国一样 中国也是 你没有发觉现在那些军工 那些消息他们就不会官宣 亦都很少 以前那些爬牆党 那些人可以偷影到 你发觉很难 美国这边也是这样 其实大家都保密程度 都尽量做得很高 所以现在很神秘食材 再加上两间坐到EMB 真的很难令我们 做分析的时候 就在想着 其实美国可以搞什么 是的 你想一下 现在我们还没有一张照片 想看到他究竟想有什么设计 不知道 你看到全部都是概念图 概念图是七七八八 什么都有的 你觉得你根本是不能下定 这个应该就是NGAD 你没办法这样想 还有 有很多人说过 其实会不会NGAD的测试机 那些技术性机 全部都放在Groom Lake那里 如果你不知道哪里的Groom Lake 这个名字你应该懂得 Area 51 是 是 因为其实很有趣 为什么有人会说NGAD 其实会放在 五百一区那里做测试呢 就是因为 其实 有人试过 认一年的时候 他就有过那些民间的机师 附出面 突然有架战机 在那里 但这个战机又不是 Area 51 那些常客 你知道Area 51 其实除了说有那些 所谓外国战机 例如米较机 SG27 那些在那里做测试之外 其实他都会有些F16 在那里 有些F16在那里做测试 但又不是这些机 他完全是一架 用无尾形 三角形 这样的机 的设计 放在机库外面 有人用卫星图拍到 所以有很多人在那时候 会不会就是NGAD 嗯 这些应该有看过 我发给你那时候 有有有 后来那些概念图 都用了这个 有的有的 是 有些概念图 就是飞一下飞一下 用了这个样子 其实 你看看 应该都是 是和这些上任的关系 是 所以很搞笑 是 AV3G1 也是有趣的 是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 第一 NGAD 这是一个高度隐翼的项目 你不会知道 它在发展什么 所以 我们现在连六代机 那个SPAC 那个要求 我明明说五代机 是有四个S 虽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五代机 是不会再追求这四个S 因为这四个S 做得到的只有F22 其实除了一天也没有人做到的 这四个S 那 去到第六代机 有什么概念呢 当然 我们很多都可以说到的 但其实没有人肯定到的 例如说 第六代机的 行政要大一点 筹载量要大一点 它可以用到未来武器 包括激光 或者其他的新的武器 那些导弹要很厉害 然后他的运算能力超快 然后他可以做到空中指挥 他的态势感知超强 然后他可以有Loyal Wingman 在他旁边 可以有很多无人机 给他去指挥 等等的东西 引擎超强的 食电超大 等等 这些很多 我们说的 乱七八糟 很多粒粒粒粒的 NGAD的特征 其实没有人知道 六代机真正的标准是什么 Tampus Tampus的透明度高一点 但其实大家一看六代机 说真的 最后画六代机的标准 大家都是看美国的 大家都是觉得是NGAD 但NGAD反而是太神秘了 所以令到大家 到了这一刻 还在说他有三部Demonstrator 是不是 那这里很可笑 两间厂 三个Demonstrator 究竟那三个Demonstrator 是不是还留在之前被人淘汰的波音 所以我们常常说波音 吃这个被人淘汰的 可能最后是帮助 也不奇怪 要这样就算死人 其实很可笑 你有没有想过 之前空军部长说过 他想着未来做二百多架NGAD 是的 接着这二百多架小量机 就会控制大量的中程尿机 其实代表你要做到这么高效率 这么大量的指挥能力 其实含量都很高 是的 是的 所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会放在F51 这么神秘 你看到B21 他也不是放在F51 他放在F51 是放在F51 但是我想他可能是不想 让中国去找到 再收到一些 不可以让中国接近到他那个空优的领域 怎么都要领先你 所以这个很重要 可能 所以就变成要很神秘去做这件事 真的很神秘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 连图也没有 没有什么信息 B21反而一直都有些信息 就是一直都有些概念 是的 也有很多人出来那张图 跟真那张图 其实都很像 搞到现在都未知 我们说这次NGAD的计划 是很神秘的 是的 不过其实B21也是有趣的 因为你想想 B21第一架出来 它那个叫做T1 那个代号 是 其实T1 它根据Lot Phone国民说 它其实T1 它是一架叫做量产代表机 是 Production Representative Air 那这个机就是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用来说 它其实差不多已经是EMD机 所以是一架后期版EMD机 所以这个EMD机 实际上它再弄多一两架 其实就会直到量产机 所以其实它跟后续的量产机 差别是不大的 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是因为 你知道 美国最近有很多重要计划 都是交给一间叫做快速能力办公室 去负责 那快速能力办公室 它就很有趣了 它所有那些圆形 快速圆形的东西 它都是交给完全用电脑做的 它不会像我们以前设计飞机那样 有些用电脑 是 你想想一下 如果用图纸的话 你上面有什么改动呢 很难传递给其他一些传信 你想想 我当你在一间公司里面 如果你要做任何东西的话 你没有电脑 你现在是没有电脑 你完全靠纸张来做东西 你任何改动都要在很多箱子上 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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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拖的时间其实是很长 你拖的时间越长 就是在家里面 你根本人都不用在那里 你都可以做好事情 为什么呢 即使你在另一个地方做事 你所做的一切 你的同事都可以知道你有什么改动 大家其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家的合作都可以顺畅很多 还有拖的时间不会那么长 即使中间的时间就少很多 就不用浪费一些无论的时间 是的 还有B21 它有一个叫做 所谓的数位化双包胎 Digital Trends 它有一个在电脑世界里面 它有一个双包胎 这个双包胎 它就会做完所有测试 模仪的东西 所以你实际上 你不用弄一架原型机出来 你都可以测试到大部分的东西 例如风筒测试 那些 很多其实你都可以交给 这个 在电脑世界里面的模仪机做 所以它 到风光文可以开始弄一架 贴近量产机的机出来 其实都不是原型机来的 原型机的所有测试都已经搞定了 你现在是做一架 快要去到量产状态的 轻炸机出来 所以才可以整个计划 可以去到这么快速 我相信其实NGAD 它都有用类似的 生产和研发手段 是 因为他们之前的採购部长 就是助理採购部长 Robert 那时候就说引入 Digital centric的 都是用Digitalize的东西 然后数码化了 那些东西就很快速了 甚至乎他有一个建议 就说学回以前二战的时候 那些机器可以层出不窮 所以你的机器最好 可以高级模式 即是你的机器可以不停的 硬件和软件一起改 即是现在你发现 有些机器 主要都是升级软件多的 硬件呢 就可能久不久转 但软件就会更加密 令到它的功能上不停的提升 我们经常说的航电 航电的提升是最重要的 但去到后期 就是这个 当时Robert的说法 就说 都不是的 硬件都要转 所以可能我们每三至五年 就转一次机器了 反而最重要 就是每一次设计的机器 周期要短 要快 就算不行 那部机器 都可以三至五年 又换过下一部 即是他们用马斯克的測 就叫Fail Fast 坏不紧 最重要转得快 即是那种原理 很有趣的 但anyway 你说最后 Roper走了 这个策略 是不是还继续 都没人知道 虽然这个NGAD 出来 都真的不出了 那样子出来 你都不知道 究竟想怎么玩 是的 不过其实你想想 B21 根据很多参议员说 B21的计划 即使他没有说过 B21的计划 有多少 他说过这个计划 是进度良好 没有超值的 我记得他有个参议员 叫做Adam Smith 不是经济学 那位 Adam Smith 是何止参议员 直接是主席 在军事委员会里面 很大的 我经常说一下他的名字 就想起那个计划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 Adam的名字是普通的 Smith的名字 招牌也是打死人的 Adam Smith的名字 就跟Michael Jackson的名字 加上一样 完全是没有打死人 Michael又多人叫 Jackson又多人叫 Adam Smith的名字 你试图在美国 你在楼上街上大叫 Adam Smith 有九个人过来看着你 叫我叫我 好像在街上说 李先生 林先生 陈先生 我们正经讲到Adam Smith 是的 Adam Smith就说 其实他说 这个由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 管理的计划 就是B21计划 计划进度良好 没有超知 他还说这个是 他二十年内 见过最好的计划 你也知道 经过F35 KC46 这些混蛋计划之后 哇 你突然有这么好的计划 彈了出来 你NGA的理论上 应该都会用回 同样的管理手段 去做这个计划 所以就很正常 所以就是今次 Northal Grimmons一波翻身 因为他 包括他们的空军部长 我们说 Frank Kendall 或者Adam Smith 他们都赚 赚了 这次B21应该是不错的 成本没有什么超知 所以他们都能够 预计他们的生产数量 去做这件事 就不用以前剪单 所以他们都很满意 如果这样 你今次 我们说 Northal Grimmons的 Project Management 做得漂亮 那他今次欠这个标 也有些机 虽然 我们有这样想 如果你轰炸机 又是你 战斗机 又是你 会不会有些风险呢 对吧 但大家又另一个想法 我们就觉得 Northal Grimmons 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工业 其实 你不停地让他做 但也不是好事 是不是又要错一下他 因为他F35 也有段时间做 是不是又会被Northal Grimmons 还是 其实我有时都在想 难道他真的想两间厂联盟 一起去做一个 Joint Venture去搞 是不是这样 你记不记得 以前90年代 那时候 曾经是真的 Northal Grimmons 打算跟Lorthal Grimmons 搞合拼的 是会搞事 你想想这两间 是一大事 搞合拼 你想想可以控制 40%的国防部 不算 那时候其实是 那时候是吓到国防部的 那时候 所以最后这件事 都没有成真 那就是Lorthal Grimmons 这个就纯粹是 Joint Venture 就是只做这个 但是行不行 因为其实 你总有一个 总设计师 那怎么办 我想也很有趣 所以去到现在 都未知 不过我们就知道 NJD一定会有什么 第一 200架 因为每一架成本都高 可能随便一架 都等于一架 B21那么贵 我估计 可能到时B21 和它的价钱差不多 可能真的差不多 所以就变成了 它不做得多 那它就只能做到 好像F22那样的规模 不知道到时会不会变成 好像之前F22 那样说的 就为什么不做多一点 第二个问题 就是 所以我觉得 你有第二间厂商 大家良性竞争一下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这个计划 所谓说 可以当是 too big to lose 是的 你的计划已经重大到 你不可以有任何出错 你不是说 好像以前陆军的 那个偵察直升机 那样 你知道 以前陆军有架叫OH58 Kiowa的偵察直升机 这个计划已经是 翻锋几次都搞不定 但是没问题 因为你可以靠 无人机 或者其他直升机 可以顶住这个位置 但是 如果你未来 你真的说 要打一场 要用很多无人机 你要有一个 可以控制无人机的 战术平台 你其实你真的 一定要NGAD 而且最重要的是 美国佬一定要保持空中优势 他其实不是空中优势 他不只是dominant 那么简单 他是要做到空中霸王 他只有他一个 就是在全世界空军 只有他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玩完的 他真的要禁住人家 他一定要领先他的敌人一代 有个暗瓦底的台词 就是他也要领先盟友半代 我也是要领先你的盟友半代 F22 明显就是比F35 是哪些人也比较優先 他一定不可能将最上位的 给你 NGAD肯定不会分享给你的 如果分享给你的 就要等NGAD成熟之后 他会再发展六代机 给盟友 应该会再做 所以整件事是很有趣的事情 Anyway 如果有任何新的计划,我们会跟大家更新 包括海军也有NGA,不过海军就叫NGA,海军就叫FAX 不是我们刻意不去拿料,而是海军都没想到什么叫FAX 我们就等海军多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更新 好,今天就来到这里,谢谢Gennis 亦都大家帮忙免费订我们的频道,分享我们的频道 亦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PatreonWeb频道,军武老虎 可以支持我们平时的发展 这几个星期我们也有军武学院 这个星期,接下来星期三我们就会上陆权伦 陆权伦是一个有趣的见解 这个见解,反而他本身的人就不是军人 是一种政治主张 究竟他这个不是军人的人,又怎样影响到一战二战 现在还有一些国家都是对这个陆权伦 本身他就不是叫陆权伦,他出了一本书 讲这些东西,世界岛这些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大家有兴趣想知道 记得加入Patreon,我们就在当中的talk里面 会跟大家去分析 好,今天就来到这里 我们在其他的湖南战报和世界防御消息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